第1621集 他的一番话说完 凌惶淡淡的 倒是出乎本宫预料 三界而今 竟是人族城罢 一般一般 比不得慌者 一皇初 哪有我们的地位 还不是想杀就杀 也就是山中无老虎 猴子称大王 还算有自知之明 他这么说 方平倒是不服气了 皇者虽强 不过也并非无敌 一位破八干不过 十位八位的 多少还是有些希望 前些天人皇降临 虽不知道出了多少力 不过应该也不舍 真要太假也没人信的 结果也被打得跟孙子似的 皇者嘛 强归强 感觉还没到一人阵三界的地步吧 当然 神皇和窦天帝这种 也许更强大一些 不过 没到那地步 一群破八去围攻 还是有干掉的希望吧 哼 幼稚 皇者不灭 除非大盗崩灭 否则 纵然三界崩溃 皇者也不会死 最多寄灭 寄灭和死亡 还是有区别的 一个是有可能复苏的 也许需要千万年 但是还是有希望复活 一个是彻底死亡 无法再生 显然灵皇也有 皇者的霸道和威严 方平口口声声 可以涂黄 想要压他一头 他岂会让方平如意 前辈也说了 除非大盗崩灭 前些年嘛 还真不一定会 可现在我看悬了 门后的世界出变故了 本源大盗 其实已经断了一劫 虚门之后 通往真门之间的大盗 其实已经断裂了 按照我的判断 可能还要继续断 有几个家伙 想超脱 不想当回来 在门后世界也有布局 也许还有灵皇前辈一份 方平玩味道 弄了一些假道 万道之远 想要做什么 也就你们自己清楚了 真道 我看迟早要崩 皇者们现在都在找后路吧 又想摆脱限制 又想继续称霸三界 还想继续保持皇者威严 皇者们各自算计 大概有些人 还想让一些人 当坐垫脚石 我超脱了留下的空白 你来填补 你算计我 我算计你 恨不得把对方弄死 自己彻底摆脱出去 这些事 我也门清 前辈也没有必要 和我们太过见外 你们知道 我未必懂 但是不代表我不知道 也许你们觉得神秘的事 我都可能知道一些 就说种子的事 算了 不说也罢 前辈对我遮掩许多 我也没必要试试搞直不是吗 灵魂沉默 识破两人也是一脸惊讶地看着方平 行啊 你他妈的都快成三界通了 什么都知道 有些事他们都不知道呢 灵魂沉默了一会儿 声音依旧清了 纵然你知道 也无法改变什么 实力嘛 我等 实力不够都是废话 所以我这不是在提升吗 一直在提升 总得给我一些时间嘛 难道一天成皇者 那也不现实 破八倒是快了 我看最多已就几个月的事 破九的话 难度不行 看运气吧 至于更强 现在就不考虑了 前辈 我说了也不少 只是问了前辈一个问题 前辈难道还不能回答吗 石破和乱现在都闭嘴了 刷嘴皮子谈判 他们觉得自己和方平差得太远 有点自知之明不去掺和 让方平来谈 两人负责干活就行 这家伙 嘴皮子那叫一个利索 之前态度高冷的灵魂 和他才谈了几句 这就有些动摇了 没办法 不动摇方平知道的 的确太多了 非但如此 这家伙也着实可怕 三年破七破八不远 这他们还是人吗 若是说三界最有希望 正道成皇的 一个是镇天王 一个是主神使 一个是妖帝 那么第四人绝对是方平 妖帝之所以被识破 认为是前三 因为对方开创了妖庭 当然 现在还得看看情况 道术若是成功了 那就难说了 他俩不说话了 灵魂此刻也不再迟疑 清冷道 本宫如今算是本源投影 和分身的一个综合体 分身可以自由离去 本源投影 只是虚幻 而今却是融合一体 本宫虽然具备一定的 本体记忆和实力 甚至和本体有关联 但是 却是失去了自由 这样吗 方平摸着下巴难难道 有些懂了 你原本是受本体控制的分身 结果被此地 归族塞入了控制芯片 现在说来 就是双重控制 但是实力比之前要强大不少 方平大概听懂了 灵魂的分身 可能是在八千年前左右的时间 进入过此地 结果和此地的本源投影 融合了 他失去了自由 但是和一般的本源投影 也截然不同 人魂那边也是分身 但是没失去自由 因为他没融合那道本源投影 灵魂如此做 有好有坏 坏的是无法出去 好的是 和此地规则融合 恐怕 可以借用一部分规则之力 甚至是自我修炼 方平判断 应该是可以自我修炼 否则他的生命力从哪来的 难怪他这分身极强 最少也有破尔门的地步 应该在此地修炼了很多年 吸收了不少生命力 这才让他的分身强大无比 方平想到了一个问题 前辈一旦在此地脱困 是否可以和本体融合 可以 灵魂不屑于否认 也无法否认 前辈分身正道破久的话 融合了本体 是否可以强大一大截 不错 所以前辈在这儿 其实是想破开这一切 离开这儿回归本体 又或者干脆自己成为主人 取代真的灵魂 融合了灵魂 你当主人 你养了一只假猫 遇到了真猫 摸都没摸 这是要和本体区分开 帘子后 冷淡声传来 太聪明了 未必是好事 这有什么 是个人就会这么想 谁愿意当别人的替代品 哪怕是分身 这离开得久了 还能算分身吗 自己在这儿 有自己的生活 活了这么多年 算下来 可能都有七八万年了 毕竟此地和外界的时间 流速不同 比真的灵魂活得都长 自己想当家做主 完全可以理解吗 方平大大咧咧的 石破却是变了脸色 方平见装笑道 石破前辈 你管真的假的呢 反正都是一体的 反正对你都没有意思 也许这假的 还能对你更有意思一点 石破脸色难看 看向帘子后方 沉声道 你要取代真身 灵魂也没想到 一眨眼方平就想到了那么多 此刻冷冷道 本为一体 何来取代一说 融合之后 是他这意识占据主体 还是本宫意识占据主体 本宫都是灵魂 方平却是忽然笑道 别急啊 还有一种肯 前辈真身和这分身 都强大无比 但是受本源道限制 前辈会不会施行 其中一人成为填补本源的存在 解放另外一部分 方平摸着下巴一语搬档 嗯 也有这个可能 现在的皇者 谁还没个分身什么的 当然这得分身强大才行 可分身哪有那么容易强大 所以取代本体成为 大道融合的一部分 很难 你知道的很多呀 灵魂与其欲加冷漠 这家伙 好像无所不知 一般一般 都是打听来的 这得打听打听啊 那得问个几句 自己再加点猜测 这不就能猜到一些了吗 灵魂的目的无外乎这几种 第一 融合 第二 一部分被镇压 解放另外一部分 第三 夺取机缘 比如种子投影什么的 壮大自身 前辈说吧 我们能干什么呀 前辈能给我们提供什么 盗树那家伙大概想争到陈皇 那家伙虽然不熟 可明摆着是我敌人 前辈变强还是那家伙变强 我当然选择前辈变强 当然 前辈吃肉 也得给我们喝点汤 喝了汤那一切好谈 盗树虽强 等我们招呼了亲朋好友 加上灵魂你在 干他难度也不大 当然 还得防止人皇那家伙 也是个阴险货色 小心他准备余翁得利 沉默了大概十秒钟左右 灵魂淡淡的 该说的都被你说了 你很霸道 很强势 一来就要占据主动 和新年的帝皇很像 而这 未必是好事 帝皇也这样吗 别说帝皇真要这样 我挺喜欢的 他两个儿子 红坤和帝皇 倒是有些相似 这种明打明的对手 其实我挺喜欢的 说和你为敌 就和你为敌 不服就干 挺好 非要学神皇和人皇这些人 比如红宇 我就看他不顺眼 哪怕他笑得更250了 我也觉得他是个阴火 难得和他打交道 方平那是指点江山 挥斥方球 破八的强者 在他眼中 有人可以看得起 有人压根没必要看得起 包括皇者也是 当然 帝皇和洪坤这种人 死得也快 都很正常 前辈 咱们就不讨论这些了 时间上抓紧点 免得后面几关 我去得晚了 好处被人捞走了 前辈让我们干什么 尽管说 灵皇好像在吐气 和方平这种人打交道 有时候 很让人厌恶 他什么都给你说好了 你要做的就是同意 不同意 这对于霸道的皇者们而言 是极其不适应的 向来只有他们 可以一言而诀 什么时候轮到其他人 教他们如何去做了 何况 此人还很年轻 灵皇压下心中不快 冷冷道 你们真要合作 那要做的也很简单 破坏道数的计划 当然 并非在破关之前 而是之后 道数在最终关 等着你们 让你们一起去破关 在这之前 你们要和他合作 破开最后一关 见到复生之种 本宫会在那个时候出现 夺取复生之种 而你们 需要帮本宫拦住道数 没问题 方平答应的痛快 灵皇确实不敢相信了 太痛快了 都是强者 没那么多废话 道数和我不对付 我刚干掉义 明摆着不是一家人 我能让他变强吗 所以你要出手抢夺 我当然是支持的 立一致嘛 立一致才是合作的基础 这样才能双赢 前辈也不用怀疑什么 当然 真到了那时候 我有机会的话 看看能不能分杯羹 这也是正常的 前辈自己保不住 总不能 不给我抢吧 大家都是明白人 所谓的合作 就是偏向你 一起干倒数 之后各凭本事 我喜欢敞开来说这些 免得大家彼此算计 给了敌人机会 我最讨厌这种情况发生 方平说罢又道 这是前辈的要求 说实话 在这之前 我的想法是 倒数还没有破开关卡 就干的 前辈既然这么说了 那我们冒的风险就大了 冒险没事 无知还怕冒险吗 有利益 我们就敢图皇 就看值得不值得 这样吧 识破和乱破八 我呢 要点生命力 锻造预估就行 方平盘算了一下 给我弄点 皈依融合之力 给苍毛也弄点 好歹也是 你当年养的猫 你看你现在养的猫 胃养得这么肥 显然当年 磕带苍毛了 意思意思就行 乱和识破 还有苍毛 一起看向方平 都是满眼的崇拜 你说得好简单啊 凌皇则是有些愤怒 声音都不再清了 你想要这些 本宫可以给你 但是要在事成之后 不见兔子不撒婴 方平笑呵呵道 你不够大气 女人就是女人 我现在去找仁皇 你信不信 他转头就给我提供 只要我答应帮他 我方平代表的 不只是我方平 还有镇天王 驻神使 甚至包括初五的 一众强者 再加上识破他们 这股势力 我敢说三界 现在无人可以提供 我们偏向于哪一方 哪一方大概率 就是赢家 这就是我的底气 和资本 何况这也是冒险的事 一群破八 为了你的目的 去冒险 占强者 我要这点东西多吗 我看在苍毛的面子上 所以给你了个优惠家 不是苍毛 就这点东西 想打发我 凌皇前辈 你是当我没见过好东西吗 当日在门后世界 那个不知名的家伙 为了让我保守秘密 要送我十里精确 让我不要灭杀他的头影 我都没答应 好东西 我方平见得多了 前辈不用觉得 我狮子大开口 我做事 向来公道 识破和乱 都是心中暗骂 要点脸 你对自己人 那的确没话说 做事相当公道 可对外人 你哪回公道过 方平对自己人 那还是相当不错的 李寒松锻造玉骨 苍毛锻造玉骨 可以说都是方平 为他们争取来的 方平自己都没锻造成功 可方平的敌人 没一个占过便宜的 林黄尽管不知道 他的为人到底如何 可以知道 不能轻易相信这家伙 声音略显冰寒 若你最终没有做到那一切呢 哼 我说了 帮你解决倒数的问题 这个我打包票 做不到 那代表我们输了 那没办法 可要是有机会 倒数绝对会被我们解决掉 这一点你相信就是了 另外 我不保证你是最后的大赢家 只能说 看运气 也许好处就是我的呢 看能耐好了 我破七 你最少也有破二门的实力 要是这点底气都没 你别争了 说着 方平将肩膀上的大猫 抓到手中 笑哈哈道 哈哈 不信的话 大猫见着好了 这猫你养了很多年 也不至于坑你 好歹也是只有情猫 除了笨点 还是有点信誉可言的 苍猫一脸无辜 骗子对猫发誓 好可怕的感觉 沙连后 凌皇眼神闪烁 忽然道 苍猫 新年本宫要抱你 都得投喂好处 为何对此人另眼相待呀 他没有回答方平的话 也没答应方平的条件 他的确有些奇怪 苍猫对方平的态度不一样 新年哪怕是他 苍猫虽然养在凌皇宫 可也是只傲娇猫 没有好处 你想玩猫啊 做梦吗 而今 方平的是 搓圆搓扁随意 这还是苍猫吗 喵 大 哼 冷哼声再起 苍猫一脸委屈 好吧好吧 不喊了 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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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骗子 我就打死他 我就打死他 就这么简单 苍猫天狗来自天帝门下吗 这么说天臣还得防着点才行 明白了 对了 你和天帝关系不一般吧 哼 胡说八道 凌皇冷哼 石破直接破口大骂 的 感谢观看